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Quindom 2最新一集的汉王反应 Quindom 2有一个规则是 出演的六组女团 如果连续两次进演结果排名第六 也就是连续两次倒数第一名的话 就会从节目中淘汰 而在第二次进演排名第六的Brave Girls 如果在第三次进演也是排名第六的话 下一集的Quindom 2 将会是Brave Girls的最后一次拍摄 所以对于Brave Girls以及粉丝们来说 第三次进演是非常重要的舞台 首先在上个礼拜播放的第一回 首位歌唱组排名 一位是PBG-UJU SONIO的UJURPUMUN UNA 二位是KIRIN-BREVE GROSS的SORENCE 三位是意大利索业KEPLOR的HERWADAL 然后昨天播放了PBG-KEPLOR的KBG KIRIN-UJU SONIO的EXY Brave Girls意大利索业的QININA 三个组合的舞蹈竞演 首先舞蹈组的第一场舞台是 PBG-KEPLOR的KBG 这个舞台非常遗憾的是 摄影机的移动非常乱 甚至还有点头晕 所以建议大家去看直拍 跳得这么好 拍摄竟然这么糟糕 哎 灯光太华丽 导致看不清KBG的舞台 这是制作组的失误 但是大家跳得都太好了 都是以舞蹈文明的成员 所以能撕掉了这个舞台 而因为OMG的音色 让这个音源值得去听了 真的 对 就像这个留言一样 这几位都是以舞蹈实力非常出名的成员 但这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没想到HIKARU的舞蹈实力这么好 然后第二场舞台是 HIKARU的卡布 果然是KATHIKARU太帅了 HIKARU的YORUM恩色也是太棒了 你们是我心中的第一 我在QNAN并没有本命 但是舞蹈进演 我最喜欢这个组合 其实我刚入看HIKARU不久 所以不太知道 今天看完这个舞台后 完全入看了恩色 真的长得又帅又漂亮 对HIKARU前辈说话也很有礼貌 真的希望恩色能更成功 可能因为HIKARU跟YORUM恩色 本来都是同门师兄弟 师兄妹 师姐妹 总之是一个公司出身 所以这个舞台给人感觉非常有默契 然后原本还有点担心 会不会因为HIKARU的那种气魄 会掩盖了YORUM恩色 但是又操了没用的心 三个人的舞台真的太棒了 然后昨天最后一场舞台是 KREBURES跟EITAL SONIO的QNINA 在我看到的舞台中最棒的 不只是在KREBURES在韩国最棒的舞台 莫妮卡老师也太棒了 PREBURES的EITAL SONIO爱你们 我决定了 看了这个之后 我决定要做EITAL SONIO的粉丝 要久为一的追星了 真的入坑了 我到现在为止一个KREBURES影片都没看 但是这个影片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我觉得加上KREBURES1 这也是位在前排的历代级舞台 QNINA的TAMINA虽然不是节奏很快 让人兴奋的舞蹈歌曲 但是舞蹈表情黑白效果实在太好 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舞台 尤其是这个部分的习近语成员们 真的是撕掉了整个舞台 然后昨天舞蹈组的最终排名是 一位PREBURES EITAL SONIO 二位KREBURES UJU SONIO 三位BBG KEPRULE 所以综合一下第三次竞选 第一回合的成绩的话 PREBURES与UJU SONIO是共同一位 KREBURES BBG EITAL SONIO共同三位 六位是KEPRULE 而这个分数会加上下一集的Fantastic Queen的 由粉丝们推荐的歌曲进行演唱的舞台分数后 最终决定第三次竞选的配名 虽然这次PREBURES拿下了最高分 但是如果在第二回合成绩不是很好的话 还是会有淘汰的可能性 但是 在昨天第七集结束后的预告片上 播放了PREBURES流泪 好像是被淘汰的那种演出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MNET这样剪辑的话 应该绝对不会淘汰了 所以第三次竞选第一回合 歌唱组舞蹈组的舞台 大家心中的排名是怎么样的呢 勾动的那竞选 它就没有了 哇啊啊换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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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